嗯 外面下雨了 拿回去 你們看 有些人建議說我可以做柳丁綠茶 嗨大家早安 現在是禮拜六早上的 9點37分 然後我現在剛起床 要準備去弄今天早上的第一杯咖啡 嗨大家我現在後面呢 一堆碗沒有洗所以我找不到我那個 就是裝那個 咖啡的那個小小的透明杯 所以我直接用這個杯子裝 大家早安 今天呢行程比較緊湊一點就是 我有一個weekend vlog還沒有剪 通常weekend vlog會花真的我滿多時間 因為weekend vlog通常 影片本身的那個 我要看完 所以我一次就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再看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影片又是四五十分鐘 所以要這樣再看一次 然後還要再最後再看一次 所以會花滿多時間的 所以今天就是要抓緊時間 我要把weekend vlog剪完 因為我還沒開始剪 然後先剪完 然後今天晚上可能大概九點 我的晚上九點跟大家一起收播 然後這個週末我想一想 我給自己訂了一個小小的小目標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努力的清空我的冷凍庫 因為其實現在冷凍庫很多東西 就是之前買了一些比如說餃子啊 麵啊 就是一些一直在冷凍庫 然後就佔據我冷凍庫空間的一些食物 我那天在instagram有發一個動態給大家 就是說我在超市遇到了那個 老虎糖的那個黑糖波 波霸冰棒 然後我就想說 我從來我真的很少親自遇到冰棒 就是那種很熱門的冰棒 然後我本來要買的時候我就想到 天啊我的冰箱真的完全沒有空間可以放 因為那個冰棒其實蠻大的 其實那天我看到有人訊息 我說Kelly你雞可以把冰棒就是拆掉的話 就可以很輕鬆的塞進去冰箱裡 反正我冷凍庫就是真的蠻爆滿 所以我希望可以就是盡量 至少消耗個兩三個東西吧 就是那種佔蠻大的空間 像我 我今天中午就想要來弄那個 義美的那個蔥抓餅 它就是一個扁扁 可是它很大一盒 所以我就想要把它趕快消耗掉 因為這剩兩片 然後一直還沒有吃 我就一直在找食譜可以消耗我的麵粉 你看我上次買這麼一大袋麵粉 結果我做那個cheesecake的麵粉只有什麼 大概這樣 就一點點 然後我還有一大包 然後那天我就看到一個食譜 就是在做biscuit 然後我看到那個食譜我就這樣 嗯 這就是我想做的 而且我想要做的是有 加蔥跟cheese 那現在已經快十點了 我就趕快來剪影片 我希望我早上至少可以把 大致上的東西都搞定 因為有時候可能後續的動作需要更多時間 我的咖啡 我的電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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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現在是中午的11點50分 然後我現在要來做就是把義美最後兩片的那個蔥抓餅用掉 因為這樣有點掃容我還是抵不住誘惑 我們買了麥當勞 然後剛剛這張app訂的時候發現買20塊雞塊比買10塊雞塊還便宜 所以我們後來就買了20塊雞塊 但還是想要把這個蛋餅不是蔥抓餅就是煎完 我覺得應該很多就是之前有一段時間沒有住過家裡 然後有廚房等下可能都有做過這個義美的蔥抓餅 因為很方便 我這邊就是剩那邊剩兩片 所以剛剛好把它用完 不是蔥抓餅 吃東西 然後吃東西 吃東西 就算了 有一點點 就要吃東西 吃東西 都要吃 就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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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吃午餐 好 然後這邊要用就是我最近新買的這個辣醬 最近很愛用 它其實好像是有松露 可是我其實沒有吃出松露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它辣醬蠻好吃的 我來沾我的春抓表 它是那種很厚很黏稠的那種醬 然後一點那個醬油膏 它們有蛋喔 這一塊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外面下雨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大家好 好 現在是下午的3點40分 然後我要來做我的Biscuit 我剛剛影片已經大概看過一次 可是到後面我真的有點聽不下去我講話 所以我決定先來做一下Biscuit 然後轉移一下我的注意力 然後我幾乎所有的食材都有 只有一個我沒有買的 就是那個Buttermilk 看一下網路上說Buttermilk可以用牛奶加白醋 或是加檸檬汁就是可以調到那個 應該是可以很像 所以我決定要來用一些牛奶 然後加我看我有沒有白醋 然後再進入到粉 就是拌那些粉之前 有一些我要先處理的 像是我要先切一下那個奶油 然後要把它切成小塊小塊的 然後再來是我要切一些蔥 因為我今天要做的是有一點鹹的口味的 250 鹽巴 要不要好像一半就可以 再多一點 再來是Baking Powder 奶油加進去 我看食譜是說讓那個奶油的大小 不要大過於一個豆子 就是屁圓圓的那種的大小這樣 然後再來要加起司 然後這是剛剛切下來的蔥 哇好香喔現在 拿拿 然後剛剛做的這個牛奶 好像說有那種 冰淇淋的那種Scoop的話 比較好做 就不用用這種兩個湯匙 好嘍 好嘍 現在看起來很像 鮪魚馬鈴薯沙拉 那我現在要把它放進去烤箱烤 嗨大家 我現在把電腦移到這邊 在這邊剪影片 因為我想要等我的那個烤箱 等一下影片剪得差不多 烤箱應該也烤好的時候 我應該會先來燉一下我的牛腱 這樣明天跟下禮拜 就有滷味跟牛肉麵可以吃 好嗎 這樣 醬 完成 我覺得 很不像biscuit 很像什麼 很像蔥油 很像什麼 蔥燒餅 蔥燒起司餅 你試試看 其實還蠻好吃的 我現在拿了第二個 很像什麼什麼 我這邊裝了幾個拿去給我的鄰居 我剛剛拿這個給我的鄰居的時候 我直接跟他說這個很像什麼蔥 蔥烤餅 我直接沒有跟他說這是一個biscuit 因為他長得太太像 吃起來就很像什麼蔥的烤餅之類的 可是其實蠻好吃的 他們說很好吃 耶 我現在一邊在剪影片 我現在一邊要來燉我的牛腱 希望等一下影片剪好的時候牛腱也差不多完成了 嗨大家 現在是下午的6點半 然後我現在在進行到加音樂的部分 應該我希望可以7點半之前完成 然後我就還可以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吃飯跟洗澡 然後9點就可以跟大家一起首播 現在你們聽到那個啪啪啪啪啪啪的聲音呢 就是牛腱正在燉 我剛剛就是把牛腱 因為牛腱真的超快 就是你前製作業很少 主要就是那個鍋子在努力而已 所以現在它是啪啪啪啪啪就是在燉那個牛腱這樣 我現在剩下的工作就是趕快把影片做出來 好 然後我現在把那個蛋加進去了 因為我這次想要順便滷蛋 OK 再差不多煮個10分鐘就OK了 就是Nana現在在這邊等晚餐 然後我們通常會叫她回去毯子那邊 你看到Nana回去 回去 回去 Nana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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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會後退 Nana回去 Nana 要乖喔 我要來做我的晚餐了 我剛剛發現這個是6月1號過期 今天是5月30號 買了然後都一直想說 這一份怕吃完熱量太高 所以我就是一直都是一直想說晚點再吃晚點再吃 結果今天終於要來清空 它在我冰箱冷凍庫站超大空間 Hi 大家 我現在我的辣炒年糕在這 然後我現在要來喝我的啤酒 我喝不到 這都是泡沫 哇 暈泡泡泡泡沫 温泡泡沫 嗯 我兩位喔,有頭冰一塊,對我才會不會啊 因為我看過這個會手,你也應該是副作師館長的 這個會手... 也有時候就在這裡 你還要改,我頂著跟你拚一下 你講得這麼出口,那是很煩的 你現在來也很辛苦,有沒有 不是 阿托尼勒 阿甜甜勒 嗨大家 我現在洗完澡洗完頭洗完臉正在濕敷 然後現在是8點52分然後我等一下是9點半首播 所以我大概還有半小時可以敷臉然後吹個頭髮這樣 我們的深夜 成年才喝酒嗎 要開始囉 叫午餐 就什麼東西 對 我想要吃那個 我想吃Spicy Chicken Sandwich 一個新的書桌 就現在這邊 你們其實以前那邊只有一個桌子 然後沙發比較過來 然後現在這邊是有兩個桌子 這邊是我的位子 這邊是我男朋友坐著 大家 現在是晚上的12點18分 然後我剛剛在跟朋友視訊聊天 現在差不多準備要睡覺 然後我剛剛來看我的牛腱 我發現每次只要有放牛筋一起燉的話 那個魯汁都會特別油亮的感覺 好 然後我今天要讓他們繼續在魯汁裡面泡 好 明天才會再把他們拿出來這樣 欸嚕 欸嚕 欸嚕過來 欸嚕 欸嚕過來 快點 欸嚕這裡 欸嚕過來 你剛剛睡得很熟嗎 嗯 對嗎 真的嗎 可能 我這麼想想想要聞ely 我都買了 好 那點 我會想想要你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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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熔 table 小米 除去 雞蛋 放在樽裡 薯片 黑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大家早安 現在其實是中午的12點43分 剛剛早上沒有錄影 因為早上我就是把洗碗機打開 我覺得真的聲音很大聲 然後今天早上大部分時間都在回留言 我現在還沒有回完 我已經回了大概兩三個小時 所以就是等一下吃完飯的時候再繼續留 然後我現在其實正在煮餐 這裡 我現在要來煮水餃 就是我冷凍庫也有很多水餃嘛 所以我想要來弄個水餃還有餛飩 所以我現在有在熱兩鍋的水 然後現在在等水煮滾 那我現在要來切一些滷味 今天早上稍微小滾完之後 我有放到冰箱 就是因為我覺得冷了 那個就比較嚼勁比較QQ的 你們看這個顏色好漂亮 切肉用那個刀子比較好切 看 這次顏色 我來偷吃一下 好好吃喔 這個是香菜的水餃 是我吃的 再來是牛筋 其實我是有點點比較乾 因為我今天早上才熱 所以現在是有點溫溫的狀態 如果是冰的話會更好切 就它會更Q一點 現在要來切我的滷蛋 好小一顆喔 你們在幹嘛 沒有你們的份 希望顏色很漂亮 哇 看 這邊顏色還不錯 你們看 我的滷味拼盤 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覺得今天那個滷蛋真的滷得滿成功的 就是顏色比較深一點 好 然後剩下這些就可以收起來 下禮拜平日就是隨時 每一餐想要加蛋白質 就可以切些牛肉來吃 我現在這邊燙一些花椰菜 然後這邊再煮混沌 然後水餃已經起鍋了 午餐完成 今天的午餐呢是吃一半的水餃一半的混沌 這個水餃是香菜的水餃所以我很期待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燙的一些花椰菜 我等一下會淋一點那種苦麻的醬汁 然後呢這個是剛剛切的滷味 上面這邊是牛腱這邊是牛筋 然後這是我的滷蛋 然後這個是老羅的辣椒可以沾滷味 然後這個是我用了一些醬油跟白醋 就是可以來沾醬油的 牛筋 我覺得這次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我用冰糖我覺得好像更入味的感覺 牛筋 再一點辣椒 嗯 好吃 我覺得這次滷蛋比我之前滷的都還成功 對不對 顏色 嗯 嗯 我來吃香菜水餃 你剛剛有吃吃香菜水餃 我來吃吃看有沒有很濃的香菜味 你可能會怕啊 因為 有香菜味 可是好香喔 嗯 一開始沒有是在尾鏡 你有吃到那味道 因為還ok 你不喜歡 蔬菜 滴下來 嗯 香菜水就好好吃喔 我這次滷味是 第一次用 紹興酒 也是第一次用冰糖 我之前都是用一般的糖 跟泥酒 我覺得味道真的有比較 你有覺得嗎 就是有一種比較 濃縮的感覺 可能我糖用的比較多 覺得然後 因為紹興酒我覺得顏色比較黑 所以我感覺它顏色滷起來比較 比之前都還深一點 就更漂亮 就是這樣 嗨大家 現在是他們的下午零食時間 然後呢 今天的零食是 我之前有買這個魚皮給他們 你看呢 然後現在剩一點點 我給你們聽一下 他吃這個魚皮的聲音 就是非常非常的 很舒壓 對不對 睡醒 你聽喔 多多來 好了 好 功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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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嚕跟娜娜的A.S.M.R 嗨哥喔 誰 娜娜 誰 欸欸欸欸 喔這怎麼自己趴下來了 還剩下一些屑屑 你們不要再來了 還剩下一些學學 這些學學可以就是晚上吃飯的時候把他們加在飯裡面 晚上喔 晚上才有喔 嗨大家 現在是差不多三點 然後我要來切一些水果 大家知道我還在消耗我的那些柳丁 剛剛我早上在回樂園的時候看到有些人建議說我可以做柳丁綠茶 就是聽起來就很像那種飲料店會有那種茶 但是我沒有綠茶 但是我冰箱裡有那個無糖的那種烏龍茶 所以我覺得應該做柳丁烏龍茶應該感覺也不錯 所以我現在來切些柳丁 然後我順便切些奇異果 因為我有些奇異果可以吃 好 我現在切完水果了 然後我今天要出動這個 有人還記得我之前很愛用這個嗎 這個還在 就是它還建在 然後我決定要用這個就是打果汁的雞 然後丟一些這個柳丁的肉 然後用這個無糖的烏龍茶 然後加一些冰塊 然後先打打看那味道怎麼樣 看看需不需要加糖 現在是變這個顏色了 你看 我想像中的是你知道 就是那些果汁電視那種 對於顏色還是茶 你知道我在說哪一種嗎 我想像中的是 我還是有那個茶的顏色 然後裡面就是有漂浮著一些柳丁的粒 結果打起來現在是這個顏色 我喝喝看 哇 你喝喝看 真是 可是它其實會 它其實好像很快分成 我覺得它點兒應該會變成 外面賣的那種 來來來來 你要大杯小杯 她一直在看那個水果 她還在看我的水果 她在寄予我的奇異鍋 喔 幹什麼幹什麼 她不決定她是不是真的要be honest www 他是 他直接滑掉 哈哈哈 他直接滑掉 他直接滑掉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稱 stör臨 государ和冰寰 ,這麼 sensitive 他仔細詢 裁員 我超好 他因為職细雷 這是真的 誰不喜歡歌彤 我會ado 直接解到你 只是說笑 嗨大家 現在是晚上的 看得到嗎 6點 6點38分 我現在要來做晚餐 然後大家都知道我通常禮拜天晚上 稍微大概會吃 我覺得好像比較 就是自己煮的比較乾淨一點這樣 今天晚上呢 我們的主角還是氣炸鍋的料理 就是氣炸雞腿排 上次我買了那個一大份的雞腿排來 他送來是一整個冷凍 就是超多份 我心想說完蛋了 因為我其實很少 沒有那麼常吃雞腿排 上次我第一次挑戰 然後做氣炸雞腿排 我有放到Instagram給大家看 上次第一次做真的是太驚豔了 就是真的很好吃 跟醃那個雞翅的調料 幾乎沒有什麼差 可是就是整體就很juicy 剛好我冷凍庫生最後的兩片 然後我要把它拿出來解凍 然後我剛剛下午的時候 有趁雞趁亂 把它稍微醃了一下 就是跟上次醃劑是差不多的調味料 就是米酒啦 醬油啦 薑末啊 蒜末 就是稍微這樣把它醃一次 所以基本上呢 今天煮飯最困難的部分 已經不在我 已經是在氣炸鍋了 所以沒關係 然後我自己需要附的 只有等一下要煮個飯 然後炒個蛋 燙個青菜 就這樣 就完成了 所以很簡單 然後我剛剛就想到 你知道嗎 我那天還特別出去買豬血糕 就是因為我想要來 氣炸豬血糕 然後我想說 等一下那個雞腿排剛炸完 所以因為也要稍微靜置一下 我就可以來炸我的豬血糕 你在旁邊也是 你現在要煮清楚了嗎 ? 欠薑 揉的玉米 鹏 鰻 鰹 鰹 好 現在第一波就是第一輪 哇 它顏色已經很漂亮了 然後我現在要再稍微刷醬一次 然後再推進去加高溫度再五分鐘 好 然後這次溫度調高一點 出爐囉 我們來看這個聲音跟顏色 好 我現在先把它夾出來 這邊靜置大概三到四分鐘 然後我就可以用這個時間來炒我剩下的菜 噴火 煞車 煮 芽 炒熟 熱火 沸騰 煮 滞 欸 怎麼幹嘛 喔 我撿那個肉一直在噴那個 雞汁欸 晚餐完成 娜娜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是雞腿排 然後這是飯 我還在冒煙欸 然後這個是 是韭菜炒蛋 然後這是就是很簡單的燙蔬菜 淋了很少的醬油膏 然後這是我剛剛做的那個氣炸豬血糕 吃了 然後我這邊還有這個 小模仿的那個鹽酥雞鹽 鹽酥雞膠鹽 喔 我在台灣的鹽酥雞店 可是吃大辣的欸 可是我覺得這邊的那個辣椒粉都 沒有那個台灣鹽酥雞店那種辣椒粉的味道 喔 好像喔 看到我的雞腿排嗎 皮還脆脆的 喔 下鎖了 像是咖啓酒 飛啊 我剛才還是在那裡 就喜歡吃大辣椒粉 嗯 我就在吃北大廣椒的 然後就為了 好 打雞腿 味道 但是 超好 吃 有 也就下... 我 好香喔 但是對耶 嗨大家 我現在洗完澡 我要來試敷 我今天要試敷的是SK-II的 OK 然後我大概就會敷個10到15分鐘 丹丹你在打嗝 你們看 丹丹你在打嗝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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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汽泡水 今天很難得的吃冰淇淋 綠色好漂亮 今天有人問就是我的那種保溫 保冰 保熱的那種杯子 就是這一種杯子 大部分都是買這個牌子 就是Hydro Flask的 有對焦嗎 很適合就是挖冰淇淋來吃 或是泡一些小杯的熱茶啊什麼的 我記得這個之前有讀者說台灣也買得到 現在是晚上的10點14分 那一樣很謝謝大家看這禮拜的weekend vlog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禮拜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好啦 大家晚安 這兩隻已經要睡死了 掰掰 EN electromagnах口 更INGS 明明完